离与临时边界冲突持续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8号称 该组织当天对位于哥兰高地的一处 以色列军事基地实施了无人机袭击 袭击目标是以军新建立的炮兵基地 无人机击中了目标 此外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8号报道称 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临时边界附近村镇 爱太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当地的一家咖啡馆被击中 袭击造成两人死亡 周边建筑受损严重 而在当地时间8号晚 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 以军当天空袭了离南部 马尔卡巴镇隶属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一处军事建筑 以军称该建筑内藏有真主党武装人员 声明还称当天早些时候 以军监测到多枚火箭弹和反坦克导弹 从黎巴嫩射向以色列北部 导致部分地区发生了火灾 未造成人员伤亡 随后以军对炮弹发射员进行回击 感谢观看